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之前记得大陆就是 他们说 驱逐低端人口 你们还无情 哈哈 你们还无情 后来当然 大陆当时所谓的驱逐低端人口事件 亦都得到解决 现在 法国 欧洲 第二大强国 亦都经常人权教师 现在就不讲人权 被人权组织罵他 因为巴黎奥运会就临近了 所以很多 是无家可归人士 被驱逐出巴黎 引起了人权组织的责备 谴责 7月26日 很快 26日 十 两个星期都不够 第三十三届下季 奥林帕克运动会就在 法国首都 法都 不是广州的 是法都 巴黎开幕 法国总统马克龙 曾经 承诺 巴黎奥运要指示法国 伟大的一面 但是 他们的奥运选手村 就建在 巴黎最贫困的 郊区之日 而那里 有成千上万住在街头 收容所 和 废置房屋的人士 为了 在奥运顺利举行 他就学三番事 原来 法国政府 现在已经用一车 有一车的巴士 将成千上万的 无家可归人士 送出巴黎 这些移民就说 政府答应过我们 会帮他们提供其他地方的 住房 最终他们只能够 在远离家乡的地区露宿 甚至现在 被逐出 其他地方逐出 法国境内 之前说 他们送到哪里 就是同样有很多地方 讲法文的比利时 送到轮角 不过他们说没有这回事 是骗人的 究竟是不是他们 跟比利时谈碰了 因为很多 这些人就来自 前法属殖民地 比利时也有很多人 在讲法文的 送到那里 你起码会讲 不用担心 这样也好像 不是那么好 有没有尊重他们的意愿 看来就没有了 看来就没有了 之前 就说这个巴黎奥运之前 要是老宿人士清零政策 原来 他们就把 法国的老宿人士 一车一车 送到比利时 近 近 不代表他可以 是不是 这好笑 不是更三屈了比利时 不过这么说 可能他和我逢得两个 这个也是整个欧盟的荣誉 不要这么好 你有这么多 你驱逐那些 老宿者 或者送走他们 这个也是荣誉 也是仰臭的 所以那些慈善机构 大批发觉 这些是无家可归人士 和非法移民 就涌入比利时 反正 他们觉得比利时 没所谓 比利时 没有自己的国民 不是吧 谁说的 谁说的 这个好笑 比利时首都保鲁塞尔 亦是很多 自然者感到相当不解 当地一家 吉布拉 的流动洗衣店负责人 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巴黎的 无家可归人士 来了我们比利时 虽然大家都说法文 但是始终是两个国家 是吧 现在究竟 是送去比利时 还是怎样 好像暂时不是送去比利时 送去其他地方 但是没有说其他地方 是哪里 远交一点 或者是远交一点 是吧 这个巴黎 奥运的中心 举办地 就是位于 塞纳 圣坦尼省作为 法国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 其实那里大概三分之一是移民 同时是法兰西 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所以法国政府已经花费几十亿 欧罗 重新开发那边 去年开始 法国政府 亦加强了对于无家可归人士 聚集地和废弃建筑物 的搜查力道 他们还和 当地的 政府合作 驱逐了很多的无家可归人士 真可憐 原来 有位来自 扎德的 哥 台湾的 查德 他说 我们是因为 奥运而被驱逐 挺可憐的 就说 我们本来住在巴黎 现在 被赶到奥运村附近 一间废弃的水泥厂 搬到 在远端处 一栋空置的建筑物里 而警察今年 4月 那里的居民赶了出来 一架一架 败巴 带着他们 去西南方 逛了两个多 小时 最后到达一个 小镇 叫做 奥尔良 奥尔良监卫的小镇 令到他们觉得 很惨 炸得 炸得也是讲法语 他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和阿拉伯语 其他人都差不多 另外一位来自中非共和国 这些都是前法属地区 我经常都觉得 这些移民问题 会不会都是一个报应 以前 抢了别人的这么多地方 亦都是 有些是不好的贸易 这些黑奴贸易 现在 这个也是一个报应 因为 越来越多人到你那里 亦都是 这些人就回来 当然这些是迷信的说法 但是 作恶 以前的作恶 人家回来都不奇怪 来自中非共和国 有位叫奥马尔人 刚才那位 来自炸得的 武汉密德 某宗教人士 逆布拉恩 Ibrahim 刚才那位 奥马尔也是某宗教人士 听过的名字都差不多 这些名字 他们都重复的 都挺高 他们随机给你一张车票 如果 他给你一张车票 叫你去奥尔良 你就一定要去 跟你说 奥马尔就是 奥尔良的一个收容所 住上了 马尔政府 人家就问了 有没有这回事 他就拒绝评论 他们就说 这是个自愿计划 说得好听 是缓解巴黎紧急住房的短缺 什么 但是之后你会叫他回去 还是 奥运完了你就不提供这些住宿 没说实 他自己也没说实 没错 虽然法国政府是否认 巴士事件和奥运有关 但是 法国的权威 体育媒体 对报这个很有名 如果看法国转会经常也有报 原来这位 是政府 住房官员就说这个计划目的 就是为了识别奥运场馆附近 的一些 街友 并且在奥运前将他移出去 法国警方就说 将会和市政府的官员合作安置这些人 但是媒体就说在到达新城市之后 这些人 其实 要在 收容所住三个星期 并且接受被护资格勢取符合条件的人 就在 申请被护期间可以获得长期住房 但是 在 临时收容当中 百分之六十是没有得到长期住房 还有一些是收到驱逐令的 人权律师就敦促 就叫法国政府不要那么无情 亦都说这些无家可归人士 劝他们千万不要上政府的大巴 而在街球碰下运气 因为等待 等待这些移民的通常是再一次被驱逐和紧急住房供应短缺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很快就会在新的城市再次变成无家可归者 看看一位在大高乐 国际机场从事清洁 工作的 第一位 阿哥 不好意思阿哥 阿哥 叫做尤素夫 这个也是某宗教人士的名字 尤素夫 他们承诺给我们住房和帮助其实没有 但是等他上了大巴之后 他说看到很多乡里 跟他说上了大巴就不好 什么你都没有 被法国政府骗你 当然 之后 亦都是有人 亦都说你要走 因为 当地没有收容所去收容他 最后 就是去找工作 有很多人 其实是有工作 都是要做老宿者 因为真的付不起费用 真可憐 真的 而且媒体都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们早已 身处在一个 存在多年的政府计划 而巴黎就以 这个是 改善 住宿计划 巴黎以外的市政官员 就是说你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 支持你 你把巴黎的人搞过来 那我们怎么办 不好意思 我花刀 我要举行奥运 另外 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 他们副市长 加利洛就说 没有钱 没有钱给这些马赛 无家可归者找地方 但是有钱 马克龙政府 没有钱 撥给我们马赛 帮这些人 轻建临时房屋 但是有钱 把那些人 从巴黎接过来 这么搞笑的 另外 记者也访问 两分钱的 额不一样 运送去那里 便宜很多 建住房给他 多少钱 另外 还有采访 还有另外两位移民 一位也计算 Ibrahim 也有位 阿MED 听上来应该是某宗教人士 某宗教人士 已经决定留下 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 他们还要走路一个小时 去找工 而他们 在收容所 房间的锁匙都坏了 所以 要爬进去家 都挺惨的 就这样 他们再次成为了 非法居住者 所以你只是叫他们走 大陆区 那个人低端人口 你们做的是什么 别说得这么大 当然 之前还有个 傻人 这个人 记得 英国前内政大臣 柏菲文 他就说 露宿街头是一种生活选择 生活方式 神经 神经 人家有得选择 你问他们有得选择 对 生活方式来的 所以 慈善机构就说 这是 政府失败的标志 当然 你们这个政党 都不能继续当正 对 WOWR是对的 对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